OK那咱们闲言碎语就不要讲了 今天咱们正式开始啊 我这次停播了大概有三个月吧 最开始是因为有同行的这个 因为我说了 披露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数据啊 所以导致这个直播间出点问题啊 这个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然后后来本身可以复播了 但是又因为一些问题 这个平台都一平台自己的整顿啊 导致好长时间没播的人没法复播 所以一直拖这么久 然后我也在想啊 这个复播咱们总得有点好的东西拿出来 或者说有点重磅的东西拿出来 给大家送点福利 但是其实最近在行业里面 也没有找到太多这种特别大的热点 个税是一个热点 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懂 我又不是做个税方面的 所以我在我那天在公司的时候 发现我们做薪酬调研的那个业务组 正在整理三季度的薪酬数据 因为我们公司也做薪酬调研嘛 他们整理的数据 我看这些数据都非常有意思 我就问他们能不能拿来给我用一用 我说我直播给这个关注我的朋友们 来看一看这些数据 因为到了年底嘛 不管是大家做年终总结 还是做明年的预算 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呢 这些数据在我们公司内部 它肯定是付费的 因为做数据的这些公司 肯定要指着这个去挣钱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个在我的再三要求下 公司的同事可能也在感叹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就厚颜无耻的把这个数据都拿来了 今天给大家做一下分享 所以之前在发朋友圈的这个时候 在发朋友圈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说 有可能啊 今天这个录播可能没有 然后数据也没法分享 因为毕竟人家是要吃饭的 咱们不能直接把人家付费的数据 我直接公开发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直播 然后今天我也会尽量的啊 把这些数据都给大家解释清楚 因为光有数据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还做了相关的分析 大家看一看 整整四大页啊 整整四大页A4指的这个分析 所以今天我是把这些数据 跟行业的形式 做了相关的这个分析之后 然后再给大家放出来的 不是说只给大家看数据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一块来回顾一下 2018年的前三季度 咱们各个行业 这个人力资源方向上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也一块来聊一聊 当然我这人了解我的人 都知道我说话是比较直的 我对一些行业的分析 有可能这个怎么说呢 相对来说比较直白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HR朋友请多担待啊 因为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现在行业的实情 不想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今天数据比较多 咱们就不再废话了 咱们现在就开始 大家中间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弹幕 但是我看到你的弹幕是实时的 但是我跟你说话 你看到是有大概20秒左右的延迟 所以大家问了问题 我可能回答之后 有一个二三十秒的延迟 希望大家多担待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 这组数据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 但是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作为咨询公司啊 我们每年都会对这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做一些预测 或者说数据分析啊 通过这个数据去发现未来的一个行业走向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做项目的时候 总得给客户一些建议 包括你做薪酬体系 技巧体系 甚至做薪酬调研啊 你都要考虑到未来的东西 比如说你做一个薪酬体系 可能要用四到五年 对吧 那我必须得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得给客户相关的建议 让他们选择一个最适合他们的东西 最适合他们的模式 所以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研究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 根据未来的发展方向啊 对我们自己的工具做一些调整 因为包括我们的薪酬设计工具 技巧体系的设计工具 我们都是需要做及时调整的 等到行业真正转向了 我们再去做调整 这个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今天就把研究结果 拿出其中的一组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对大家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看到图里边有三条线 给大家说一下这三条线分别都是什么 这条最下边条蓝色的曲线 是行业的涨新率 就是这个我们每年调新完了之后的 这个涨新率 从2005年一直到2018年的一个变化趋势 再次说一下 今天分享这些数据 都是我从我们公司的数据库 直接拿出来了 这个我真的可以拍着熏谱 跟大家说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完全都是真实数据 这个太有自信了 因为不是拿了别的行业 别的公司的数据 别的公司我也不好说 非常的准确什么的 然后这条橙黄色的曲线 大家看到了 这条橙黄色曲线 是行业利润率整体利润率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根据上市公司联报和非上市公司的一些相关数据 我们做的整合 你看到这个利润率的数据一直是处于一个下滑的状态 对吧 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 这个还是全行业的数据 如果拿出单独行业的数据来 这个下滑会更加明显 因为行业里面还是有一些增长比较快的这么一个行业 这个细分行业 但是即使是这个全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缓 比较趋缓 我们也能够看到 其实现在行业的利润率下降非常厉害 然后咱们的行业的这个薪酬增长率 也逐渐要碰到这条线了 要碰到这条行业利润线了 国际的咨询业有一个通用的 就是不成文的这么一个经验吧 就是公司内部的薪酬增长率 相对于行业的利润率来说 它是滞后下降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利润率开始下降 那么你的行业的薪酬增长率会延后 大概两到三年进行下降 明白吧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行业的平均涨薪率 是不会超过行业利润增长率的 明白 这是行业经验 是外国的顾问 综合了很多国家的数据 他们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去分析的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中国 全行业的数据 这个利润率 这个咱们的行业增长率一个 一直在上涨 但是呢 行业利润率就开始下降了 所以之后两到三年 咱们行业 全行业的薪酬增长率 应该也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 并且我们马上就要触到这条线了 对吧 马上就要触到这条线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到顶了 我们预测 当然是我们预测的 这个交叉点会在2025年左右出现 当然往前推一年 或者往后推一年 到底什么是交叉 这个我不做担保 别到时候说 里边你说2025年交叉 它可没交叉 你得赔我们钱 这个我就不保证了 而且要保证 就是中国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黑天鹅的事件 比如说像中美贸易战 这个是大家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 然后大家看到利润率这条线 因为我们经常也会跟一些政府机关合作 比如说各地的国资委 各地的相关的税务部门 也会找我们要一些数据 为什么其实他就要去 去看一下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利润率这条下降 国家其实早就发现了 包括现在李总理 前一段时间说 我们要对企业减负 民营企业减负 其实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条线 一旦说这条薪酬增长率的线 跟这个利润率的线 重合导致薪酬增长率下降 就会导致很多公司的薪酬滞涨 滞涨当然就会导致很多员工离职了 那会造成比较多的这种 比较大的离职率 离职率这个数据 各国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或者说各国都是非常在乎的 因为一旦有了工作的人 变成了无业游民 他其实就是社会的隐患所在 包括如果他欠了银行的房贷 或者各种贷款 他失去工作 就失去了偿还的能力 对于社会的治安和金融的冲击 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国家也是看到了某些曲线 或者说某些预测 导致现在出来了 比如说习大家说要支持科创 或者说要李总理说要给企业减税 也是看到了这个数据 但是不一定是看到这组数据 这个只是数据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趋势 我们以后就要注意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 就是未来我们的薪酬的预算压力会越来越大 公司可能没有钱去给你做太高的这种薪酬增长率了 这是一个点 还有另外一个很多HR问我 说我们公司玩了命了再整些 每年的这个调薪率跟行业都差不多 为什么我们公司还是有人把走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给大家看第三条曲线 就上面这条灰色的曲线 这条曲线可能没有人关心过 或者说没有人统计过因为太难统计了 我们这次联合了很多家招聘网站猎头网站 还有被调公司统计了这个数据 今天我也给大家拿来吧 是这个跳槽涨心率 就是各个行业全行业的一个跳槽涨心率 大家看一看从2005年 跳槽涨心率大概是24.12%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跳一家公司 全行业大概平均我的涨心幅度是25%左右 就涨1%的薪 我一半块钱跳舞球可能挣12500 但是这个数字到了2018年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跳槽涨心率达到了38.54%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真的用我们的涨心率去够这个跳槽涨心率 真的是够不到 我们不可能去跟跳槽这些人去做对比 所以我们未来一定要多关注这个跳槽涨心率 一会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关注这个跳槽涨心率 但是大家一定要关注 也要关注涨心率 因为涨心率是干嘛的 涨心率是我们做预算的时候用的 因为我们做预算的时候 涨多少要参考行业的平均涨幅 但是当我们有一个部门 或者有某些员工已经出现了 被人挖走这种高离职风险的部门和相关岗位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只看涨心率了 因为涨心率没有用 我们就要去看这个跳槽涨心率 因为和你竞争的人是用那个那个率来挖你的人 而不是用你的涨心率去跟你竞争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数据大家一定以后要多关注 多关注 OK 这个是咱们行业的一个分析 那么咱们马上就开始正式了内容 今天我把各行业的数据都给大家拿来了 但是各行业的数据我拿了尽量都是宏观的数据 因为微观的数据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都是什么行业的 什么地域的 什么公司类型 什么公司规模的 我真的拿一个岗位的数据放在这 你们也不一定都合适 所以今天几乎都是宏观的数据 然后具体的数据情况 我都放在这个屏幕下方了 就这块 就这块 大家看这几个部分 我会按照这个部分一个一个的去给大家讲 首先咱们看行业的平均涨心率 先看金融行业 涨心率这个事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曾经在无数的场合跟大家说 这个涨心率的事情 这个大家不要关注调心率 之前很多HR朋友关注调心率 调心率是不对的 为什么 调心率是一个政策值 比如说我是HR 我们集团总部 今天跟我们说 我们调心率大概是12% 那当我真在做预算的时候 每个岗位可能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那么肯定都是围绕这个12%在做 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定不是12%这个数字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13% 15%或者11%这些数字 所以大家拿到的这个咨询公司的调心率的数字 大家其实就是看看就好 它真的不是实际的涨心率 有些公司可能会差距非常大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咨询公司 或者说行业的数据提供方 会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调心率呢 因为好统计对吧 我给打电话问一下 我比较相熟的HR 因为就是一个政策值 我告诉你 但是涨心率不好统计 因为我们要把每一个员工的 夸夸夸夸都拿出来 然后进行测算 因为我们是做大数据的 所以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算的 所以拿出来 就是还是提醒大家 以后要多关注这个涨心率 不要太关注这个调心率的事情 OK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整体呢 看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然后但是三季度 还是有比较严重的这个下滑 相对于往年来说 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我们预计它四季度 也不会有太多起色 但是光看这个数字 很多金融行业的HR朋友 就会说了 不对啊 今年金融行业不太好混啊 那为什么这个 薪酬的这个涨心率 没有大幅度的下降呢 这个就源于金融行业的一个特点 或者说他们的特色 金融行业会用裁员来保薪酬 会用裁员来保薪酬 比如举个例子 一般来说我们公司 可能明年的这个薪酬的预算 降低50% 大部分的公司会给员工降薪 但是金融行业 大部分的金融行业都不会 会直接砍掉一半的人 剩下一半的人 用这50%的预算 也就是不太降薪 这些情况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 比如说像一些项目制的行业 比如说像咨询 我们咨询就是这样 咨询行业 或者说软件外包行业 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这种项目制的公司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行业连贯性 对吧 没有太多的行业连贯性 我们这个我在这公司待十年 跟你刚刚入职这家公司 我们做项目的时候 对于客户的理解都是独立的 或者大家都是从零开始 所以会在行业不太好的时候 开始进行疯狂的裁员 这个是行业的一个特色 但是其实目前来说 金融行业的情况 还是比较严振的 因为我跟很多金融行业的HR 也聊过这个事情 但是每当遇到这种 怎么说 这种行业大幅度的裁员 那么就是小公司的一个好机会 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大公司 它裁员不是因为说人能力不行 而是说行业趋势我没有办法 所以会错杀很多优秀的员工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有招聘需求 就盯一盯你们 你所在行业那些龙头 有没有裁员的计划 如果有的话 快速去挖它优秀的人 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 抄底的一个好机会 对于招聘的公司来说 这个肯定是有利有弊 每个对于每家公司的 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金融行业 我们表面上看波澜不惊 但实际上暗潮汹涌 这个实际的情况 我现在遇到大部分的 这个金融行业的HR 都跟我说 他们公司可能 一个是招聘的延缓 还有一个可能有裁员的计划 所以大家对于金融 这样的行业 不要只看这个薪酬涨薪率 也要去看这个 美国公司的这种人员的 新脑交替 或者新生代谢 来反应出这个行业的状况 好 这个是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的朋友 该截图截图 因为这个数据 我不知道会不会 这个会不会 再发出这个PPT来 然后来看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行业呢 三季度出了明显的下滑 因为互联网行业 不能像金融行业那种 甩手掌柜的 我这个行业不行了 我立刻就裁员保鲜筹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金融行业出现了 比较大的下滑 但是我觉得这个下滑 也不像网络上 说了那么恐慌 因为之前群里边 有人分享了一篇文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华为 停止社交 然后还分享了说腾讯啊 像腾讯啊 这个阿里有一些 这个招片 或者裁员的计划 这些出来 行业没有那么恐慌 这个我觉得 互联网行业 它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每三到五年啊 每三到五年 都有一次这种洗牌式的 这种人员的 裁员式这种洗牌 去排除掉一些 不太好的员工 每年 每三到五年 都会有一次 这种新陈代谢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恐慌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这个行业 不太会没落吧 我觉得咱们身边未来的这个生活里面 不可能没有互联网吧 我觉得什么行业没落 互联网行业都不应该是没落的那一个 行业整体为了还是光明的 包括国家 现在习大大那天还说了 对于科创板块的支持 那说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互联网行业啊 这科技创新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行业不会没落的 只是说行业会洗牌 比如说去有一些小公司会被大公司收购 也有一些小公司会被逐渐淘汰 但是这个淘汰我觉得是常态吧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互联网行业应该是快速增长 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波澜 不太会出现说真的行业没落 这是这个绝对不会 大家千万不要恐慌 互联网行业的hr朋友一定要做好 做稳 这个行业我觉得再怎么预测 他都不是没落的对象 就不要太恐慌 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 招自己的人就OK了 停止射招还挺好 这样华为的这个 华为的这个hr招聘的就省心多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又有一个点来了 如果华为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如果高级公司不不射招的话 那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就是很多其他公司的香饽饽了 对吧 这么大一块肥肉快去啃啊 去去那些原来这个只去这华为腾讯阿里这些相关的高校去招聘啊 对 多是多校招啊 你们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吗 对吧 这个时候就应该动起来 对吧 好这是互联网行业啊 该截图截图啊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放不放出来啊 我就不强调这是最后一次 然后来看一下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真的太惨了 这个是太惨了 我看到这个数据 因为我从我参加工作以来啊 从我参加工作进入咨询行业以来 房地产一直是龙头啊 但是今年这个情况真的是 哎不是屏幕前有没有房地产公司的AX朋友 这个公司里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这个呃 是不是像这个图里边反映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说一说 呃 怎么讲呢 这个17年年底啊 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薪酬的增长率啊 薪酬的增长率啊 这个呃 是有一定滞后性的 所以从行业里边就能看得非常明显了 这个房地产行业的下滑 直接反映在2018年的一季度 反正2018年的一季度彻底冬眠了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行业就开始感叹 30年河东 30年河西啊 真的是30年 看他起高楼 看他楼塌了 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房地产行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啊 原因是因为有很多 我看每个公司的这个数据 发现了好多公司开始出现了降薪 就开始出现了降薪 薪酬的下滑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啊 这个已经开始有降薪的公司 自然行业的涨薪率就下来了啊 所以 房地产行业的HR朋友年底 可能咱们在挑衅的时候要注意点啊 这个事情 咱们在做薪酬预算的时候要悠着点 然后看看这个整个行业的情况啊 而且其实我们 房地产行业是太受政策影响的这么一个行业啊 如果2019年没有什么政策的回暖 我觉得会继续下去吧 所以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 还是得盯紧政府的政策动向啊 这个如果HR朋友发现政策松动的时候 有可能是我们啊 房地产行业回暖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赶紧去招聘啊 未雨绸缪以及多关注这个行业的新闻 看一下大消费 大消费我没有分别整理啊 因为内幕太多了 我觉得还是时间的关系 我没法一个个去整理 所以都放在一起了 大家一起来看吧 呃 我们来看一下 消费品好像整体还是比较稳的 18年还相对于17年有所上升 有所上升 那么 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啊 是我在看各种细分行业的时候 发现一个规律是 小件消费品普遍还不错啊 比如说日用品 服装啊 这个食品饮料 相对来说都还不错 但是大件消费品可不太好啊 那个家电 然后这个汽车 然后包括奢侈品啊 整个这个心头增长率都是有下滑的 所以这个其实出现了一个两极参唤 那包括刚刚过去的双11 大家也应该注意到 经常说消费降低消费降低 但是双11的时候发现 整个这个行业还是非常好的嘛 大家消费的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今年整个消费 我们看到了其实还是小件消费品为主啊 因为受到这个楼市和股市的双重打击啊 可能老百姓在消费的时候欲望会有所下降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啊 等到真正股市和楼市重新重振旗鼓的时候 可能是大件消费品的春天又来了啊 所以也发现啊 我们在统计书记也发现 其实消费品行业对于电商的依赖越来越重了 当然对于电商的依赖在这儿是看不出来的 在这儿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一伙的一组数据就能够看出来 消费品行业对于电商的依赖 那么这个是消费品行业啊 那么咱们看下一个 哎 教育行业 我之前发了一个朋友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记得啊 这个老朋友应该都记得 就有我微信的应该都知道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说有一个行业逆势上涨啊 大家记不记得啊 这个逆势上涨 然后当时打了马赛克 我让很多人来猜 很多人猜什么人工智能电商之类的啊 但是很少有人猜对是这个行业 教育就是教育啊 教育这个行业 我拿到书记的时候都都惊了 哇 这个逆势上涨啊 而且这个适当非常非常猛啊 从2017年的一季度开始 一直到2018年的二季度 三季度稍微有一点下滑 对吧 那大家都记得这个我发的朋友圈 那有没有猜对呢 很多人几乎我看留言和私信的都没有猜对啊 那么教育行业确实是非常猛啊 我发了 我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马上就跟对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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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跟这个很多教育行业的群里边的教育行业 HR联系了就抽样找了几个朋友聊天电话聊了一下 无一例外啊 大部分的这个机构都在进行快速的扩张 年龄端越小了 扩张越快 又叫扩的是越最快的啊 这个越来越来越可能是想用这个二胎的政策提前布局吧 而且普遍反映现在招聘比较难 那肯定呢你们全都扩张了 那以前那些存量的教师那肯定是不够用的 那这个时候只能发觉新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教育资源这个教师的资源 对吧 这段时间我没在斗鱼直播 我也去了很多付费的平台啊 就在线付费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斗鱼现在应该有很多这个啊 付费平台上听过我课程的这个这个HR朋友啊 就在这也欢迎大家第一次看到镜头前活着的我啊 那么我体验了一下这个这个在线付费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我原来以为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这么一个呃平台 或者说机构 没想到运营非常的规范 包括课程规划课程助理课程宣传 到后期的这种学员的运营 我觉得真的做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未来啊 真的是这个是教育的天下 真的是教育的天下 我觉得包括现在咱们很多这个咱们老百姓富起来了 很多人的学习欲望还是非常强的啊 那么所以教育行业真的是未来的一个一个一个不可限量的龙头 不管是在线的教育还是这个呃线下的教育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一会给大家看另外一组数据 好这是教育行业这两年逆势上涨的新兴啊 这个有点像原来呃前两年的互联网金融啊 真的非常像前两年的互联网金融 甚至市场比市场比互联网金融还猛啊 好来看一下医药 医药行业是这一两年的龙头 无一例外的龙头 而且在未来的一两年我们分析 我们分析啊 这个可能会替代房地产跟金融成为全行业新的龙头 这个不是瞎说的 因为从这两年的整个的盈利情况和薪资的 整个从这个医药和整个从这个利润率和薪酬增长率上来看啊 这个医药行业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猛啊 而且整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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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会我看我拿错了 只有点多 对 而且医药行业 其实我觉得呃 这两年我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澜 不管行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教育行业亏然不动啊 就这种情况啊 科技企业 科技企业要放在互联网里面了 那个制造行业马上就有啊 谢谢这位我请来的托 下一个就是制造行业啊 这个是这个医药行业 我觉得医药行业 大家如果是医药行业的从业者 刚才刚才有一个以前相熟的HR朋友还恰巧联系我 问我一些相关的HR方面的问题 然后跳槽到了医药行业 我说你可千万呆住啊 医药行业未来真的是龙头 而且医药行业未来会混得非常好 所以医药行业的HR朋友 请好好地坐着享受这个行业 整个社会的红利啊 终于轮到你们了 在隐忍了这么多年 这个医药行业终于成为龙头了 所以未来医药行业的HR朋友 可以享受这个日子 当然这个医药行业好 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好 而是说相对来说好公司的比例 好的公司比例会比较大 而且大的这种医药的龙头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垮掉的可能性 因为它有技术的基点 它不像互联网行业那么薄弱 好我们来看制造 又是一声叹息啊 又是一声叹息 因为制造行业真的太惨了 它还不像房地产行业那种惨 房地产行业好歹以前人家还好过 制造行业下滑太多年了 毫无任何起色 我从这个来 因为我之前没想统计制造行业 但是因为我的微信里面 包括公众号里面 有很多天津的朋友 因为我今天去天津做个活动 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制造行业的数据 上次有一次在线下做活动 没有制造行业的数据 在此跟大家道歉 这次我是特意为天津的制造行业的朋友 准备了这个数据 但是又不是特别好 这个数据 整体看下来一个是 整体下降的形式 另外一个水平非常低 我在做机械行业的制造行业的项目的时候 真的非常感慨 一个40岁的副总工程师 正的年薪 还不如一个应届毕业生进入金融公司的薪酬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行业的一个悲哀 真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 对于制造行业的未来也不是非常好 因为我想这些在制造行业工作的家人 家长应该不会让自己孩子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吧 太惨了 他可能去学金融啊 所以未来我们的人才供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制造行业的HR朋友 这个一定要熬住啊 我觉得任何经济行 任何经济都是有周期的 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一个行业永远的这么落寞下去 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之前好了将近20年 只是这两年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 但是随着未来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啊 智力的智商的智啊 这个中国的制造开始逐渐走向世界了 我觉得制造行业还是有春天的 但是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啊 这个是实话实说 这个也没有办法 就是行业趋势啊 制造行业的这个HR朋友有在屏幕前的吗 可以说说你们现在行业的一个感受啊 对 等多久 这个不好说 这个等多久不好说 天津行业的制造业数据是有的 但是我现在这个没法拿出来 因为这个 屏幕前还有其他地区的 所以单拿天津行业的天津地区的是不太好的 OK 好 这个是行业的增长率 第一部分已经结束了 咱们进入第二部分啊 第二部分呢 是行业岗位的异动 呃 因为啊 因为之前啊 我们我们在分析市场这个平均涨新率这个数据 平均涨新率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说过 任何一个行业 它的平均涨新率 虽然有的时候有的低有的高 但是它永远有异动的 就是这个部门或者这类型的岗位 比这个行业平均的增长率要高了多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啊 每个行业这种 有没有这种鹤立鸡群的部门啊 大家以后找工作 或者说 我们在做人员保留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 因为他们现在很热 所以很热的话 就是别人眼中的肥肉 就别人挖掘 挖角你的这个可能性都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这些部门 先看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第一个 封控啊 封控好像已经火了两年了 怎么还在火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是我们一直的疑问 什么时候行业 这个封控行业 封控行业 从金融行业的这个热榜上下榜 我一定得发个朋友圈啊 这是我一直的疑问 这个封控的火 是因为这两年 整个行业的这种金融化 全全员金融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就是 什么公司都想做金融 对吧 但是做了金融之后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又厌恶风险 所以对于风险的把控 他自己做不了 就必须去找 这个 就必须去找这个 有经验的人去做 所以原来的那些封控 就成了像伯伯 就被很多这种大公司去挖呀 然后所以薪酬就水涨全高 那么我觉得随着现在 这个整个金融行业的洗牌 这个封控行业的人 可能会沉淀下来 之前我经常看到 工作两年的封控经理 工作两年的封控经理 我靠这个太可怕了 我都不敢投他们公司的 这个项目 封控经理的工作经验 只有两年 我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希望未来的这个行业 这个这个能有所起色 这个是一个点 第二个是融资港 融资港其实对于 金融行业来说 就是募资港 这个是今年这季度 新上榜的一个 应该来说还是因为缺钱 所以其实金融行业的日子 也不好过 没钱 然后下边是市场营销港 跟销售港 所以大家看啊 后边三个 募资 市场营销跟销售 都是搞钱的 明白吧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 三季度 各个金融公司 地主家也没什么余粮 对吧 也是非常不好的 好 这是金融行业 我们来看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行业的投资资啊 真的是三季度 异动了 涨幅将近50% 49.86% 异动了 说明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是缺钱啊 啊 这个可能是资本寒冬的一个后遗症啊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我们看到 投资资的这个人才 现在这是行业里边相对来说 嗯 怎么讲 比较比较热的部门啊 而且好的投资资的人才啊 真的确实是行业比较稀缺的啊 第二个是新媒体运营 新媒体运营这两年一直非常热 因为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的这种发达 呃 新媒体的运营的效果是要比传统媒体好很多的 是要比传统媒体好很多的 呃 怎么讲 而且成本还低 效果会更好 所以各家公司都开始逐渐发力去做这种新媒体运营啊 所以大家如果在招聘新媒体运营的时候 这个薪酬如果出现这种水涨船高的状态 大家也不要太意外 因为这是行业整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三个是政府事务 政府事务为什么会上网 这个是我的 我之前没有想到啊 因为互联网对于政府事务部门一直不是特别的重视的 说明现在各地对于互联网公司的政策逐渐收紧了 很多公司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政府事务部门在动 最后是一个开发港 互联网研发互联网开发 其实它不是排名第四的 但是我为什么放在这儿 我为什么放在第四的这个 是想告诉大家 互联网研发和互联网开发的涨幅不是非常明显 整个2018年的涨幅都不是非常明显 所以是一直接近行业平均值的 所以大家之后在招程序员的时候 不要过高的抬高薪资 因为现在整个行业的增长率已经趋于理智了 平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不用疯狂的再往上加码 明白吧 好 看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虽然整体不太行 但是有两个部门 两支独秀 什么投资和政府事务部门 这两支独秀 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说白了还是整个地产行业 又缺钱 又缺关系 所以说现在的地产行业 两个大要素 一个是钱 一个是关系 这个是通过数据反的 不是我说的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房地产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市场营销跟设计类的岗位上前了 这个市场营销呢 当然是销售 因为现在这个地产销售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营销岗肯定是比较火热的 好的营销现在也是一人难求 一港难求 然后这个 但是设计岗位的 设计岗位的上榜 其实也是比较欣喜的 说明现在老百姓买房的时候眼光也独了 不是说什么房我都买了 我要看你的整体设计 精装 包括小区绿化 对吧 好 谢谢这个朋友送的余文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叫李小薇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所以说房地产行业 虽然说整体不太行 但是还有两只热门港 两只热门部门放在这 好 看大消费 大消费行业 刚才我说 全面电商化 在这就能看得出来 对吧 全面的电商化 你看行业比较热门 岗位薪酬增长率最高的 四个 基本上都是互联网 都是互联网 这个新媒体运营 这个是重视就不多说了 电商类岗位 互联网研发岗 人工智能 对吧 现在有很多 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品牌 我们之间做项目的品牌 都开发自己的APP了 或者开始做自己的智能家居了 之前很多人猜人工智能涨幅高 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部门 或者这类岗位 在之前没有出现过 对吧 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他行业的人工智能 其实已经涨了很久了 已经涨了很久了 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正常的 但是在其实我们发现 现在人工智能 在消费品行业的落地 反而是最贴切实际的 尤其像智能家居 现在越来越火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公司都在布局 大家看到现在对于 为什么我们经常去看 这种行业增长率的数据 是因为人力资源 其实是可以预测 行业未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政府部门 会要我们的数据 因为大家会发现行业 做任何事情 它的第一步是干嘛 它要先招人 那么一旦行业 开始大范围招人了 说明什么 说明它要做这个事情 它会提前反应到 这种行业的 这个薪酬热露上来 所以我们看到 未来整体的消费品行业 是要整个电商化和智能化的 所以如果在座的 就是屏幕前的 手机前的 如果有消费品行业的 HR朋友 那么如果你们公司 还没有逐渐开始电商化 或者智能化的话 有可能未来就要落后了 所以提前要布局 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数据 给你领导看 告诉他们 人力资源的数据 也是能预测 也是能给公司的战略 提供帮助的 不是只发薪酬和招聘的 人力资源 是能够真正的帮企业 把这个 帮助企业 把员工管理好 帮你省成本 并且预测 未来行业行业趋势 别把人力资源 想的那么简单 好 这个是 消费品行业 然后 医药行业跟制造行业三季度 没有什么异动 基本上都是贴着 这个平均率涨 说明这两个行业 面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窥然不动 所以说我也没总结出来 特别异动的这些部门来 但是这两个行业 属于这种 冰火两重天 一个特别好 一个特别差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虽然说你们没有什么异动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行业的趋势 好 那么我们看完了第二部分 也就是三季度增长比较快的岗位 那么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查询率数据 刚才看的这个涨讯率比较高 那么我们公司因为有一个这个功能 是像谷歌一样 可以搜索这个 你搜索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的名称 就能够实时给你出最新的岗位数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挺有意思的 我就拿出来 我们看一看各个行业 每个行业 三季度的时候 大家搜索率最高的岗位是什么 查新筹 搜索率最高的岗位是什么 因为他查新筹无非就是招聘和调薪 那么看他更关注谁 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副标题 扩活叫做你的对手在关注谁 对吧 因为他查了多 所以他比较关注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因为掌薰率这个数据 其实他是行业重视 他是滞后性的 对吧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重视了 但是查新率是真的招聘需求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你们行业的 这个查新率排名比较前的 这些部门和岗位 一定要注意员工保留 年底的时候 调薰的时候注意 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眼里的肥肉 懂吧 好 我们来看 金融行业 这个就快速就过了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性的东西 第一名是销售专员 也是所谓的客户经理 第二名是投融资经理 这个销售专员的 这个销售专员 就是客户经理的查询度 大概在32.44 32万左右 那么这个查询率 对于金融公司来说 还是不错的 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平台是指向付费 客户开放的 不是这种百度免费的 这种平台 所以32万的查询量 已经非常高 第二个是投融资的经理 这是金融行业比较热门的 第三个是互联网研发的岗位 这也就看出来 其实现在很多金融行业 传统的金融行业 金融机构也开始在关注 互联网化 比如说开发ATP 优化UI的体验 包括最近互联网金融 也受到了传统金融的反攻 我们发现很多银行的这种理财的收益率 已经高过了这种互联网金融的货币基金了 所以这也是整个金融行业全面 互联网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互联网研发岗也是比较重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互联网行业都关注谁 首先第一个是互联网行业的各种各种工程师 就是互联网研发类 招聘需求依旧非常热 但是刚才我们看另外一个数据 它没有什么涨幅 它是贴近行业平均率的 所以我们说看任何数据 都要多个数据组合来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只看这个图 你发现我现在招聘好热 互联网研发 那薪酬一定涨幅特别快 但是其实没有 招聘量非常高 就是查询量非常高 需求非常多 但是薪酬涨幅实际上没有涨太多 说明市场上的人才供给是多的 明白吧 而且大家对于互联网研发这两年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趋于理性了 不太像原来那么惊弓之鸟的随便招人了 恐慌性的招人了 所以我们看待任何数据都要全方位的去看 不要只看到一个招聘热度 我就判断说我们现在整个互联网研发的岗位 涨幅非常高 其实并不是的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 新媒体营专业 这个并不意外 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互联网的岗位 和联网公司在招这些人 第三个 投资经理 投资经理到第三 其实非常意外 因为举个例子 一家公司可能有300多互联网研发的岗位 程序员 但是你的投资经理最多也就是几个人 所以相较这个招聘体量来说 这个查询量 已经非常非常可观了 如果按照这种个体公司的这种查询量来说 这个投资经理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所以他虽然排在第三 他的热度不容小觑 所以保护好自己公司的投资经理 不要让他被别人挖走了 来看一看房地产行业 第一个销售专员 第二个市场专员 第三个人力资源招聘专员 其实人力资源招聘专员 为什么会上榜 查询率这么高 我不太清楚 在座的如果有HR 房地产行业的HR 能告诉我你们 为什么这么大 要招聘专员吗 因为我们判断 可能未来 这些房地产公司的招聘需求会上升 因为一旦开始招聘专员了 那说明未来的招聘需求 肯定是要上升的 但是目前行业是禁锢的状态 是不是这些行业的公司已经预制到未来的政策 可能会有一些松绑 提前布局招聘专员 这个我不清楚 是完全的猜测 但是他确实上榜了 我今天拿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 这就是数据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数据有意思的地方 我真的有可能 弹幕里说因为他们流动大 这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他们可能分公司比较多 或者说建立各地区的分公司 但是这就是数据的魅力 我把这个放在这 具体怎么解读 大家还是各行业的去看 压力大 确实 现在地产行业压力确实非常大 我们来看 大消费行业 第一名 电商运营 这个就是全面电商化 没办法 电商运营 第二名 新媒体运营专员 又再次上网 所以新媒体现在真的是 尤其是2C端的行业 消费端的行业 个人消费端的行业 新媒体运营真的非常非常热 所以我们公司如果有像 杜雷斯那种 非常优秀的新媒体运营的这种团队 一定要保护好 哪怕给高点薪酬 别太在乎点小钱 一定要留住他们 第三个是渠道经理 渠道经理是走线下的 所以其实看现在 消费品行业 还是主要全都是 基本上全都是对外宣传的 电商是线上销售 对吧 新媒体运营是做这种口碑营销 品牌宣传的 然后渠道经理是做线下的 所以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教育行业 教育行业 因为它这个岗位特别碎 特别碎 所以我想了想怎么展示 我就干脆用门类来给大家展示了 第一名直接放出来了 第一名是学前教育类的 就是幼教 现在大家的这个 我看 这个二胎政策先火的是英语儿 因为确实是 第一批二胎可能会赶上 所以我看到现在学钱的这种 包括亲子的这种机构 也越来越多 不知道大家周围的这种烧饼帽 或者是购物中心 有没有这种 我们家周边有一个商场 有一层全都是孩子玩的地方 包括那种这种玩的地方 比如说这种沙滩球 或者说这种电玩 甚至包括培训机构 整个一层全是 现在孩子的钱太好赚了 所以我们看到教育行业也反映出来 现在招聘量最大的是学前教育类的老师 我们之前一直说幼师的薪酬低 幼师薪酬低 现在终于有赚外快的机会了 真的是 确实 现在女人和孩子的钱太好赚了 真的是 我们看到双十一女性的消费量太高了 真的 第二类是考研类 考研类之前一直是排在 前五之后的 今年排到第二名了 原因不清楚 是不是大学生毕业生不好找工作 刚才那位应届毕业生出来说说 现在是不是不好找工作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考研的 这个考研的教师现在特别火 然后第三名才是托福跟雅思 因为托福雅思原来一直是第一名 从我参加工作到去年 托福跟雅思都是第一名 今年直接排到第三去了 所以这也是能够看到 大家可能觉得中国还是比较好 不愿意出国这种感觉 好这个是教育行业 就说完了 咱们看下一个 医药行业 医药代表 也就是销售 第二名是电商运用 其实说到这个消费品电商化 医药其实它也是消费品 它只不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品 所以说销售取药对象来说很重要 现在很多电商的这种 电商的这个 医药平台也是值得关注 我看弹幕里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 请你猜一下 我不想暴露自己的年龄 然后医药代表 咱们继续说 医药代表跟电商运营也是未来的一个医药发展行业的趋势 所以哪怕咱们现在HR朋友在医药公司 未来的可能公司的电商化 我们需要提前做人才的储备的 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薪酬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个是新样品研发 现在随着这种专利的国内对于专利的重视和这种版权的重视 尤其是医药版权的重视 所以可能未来咱们的新样品研发会越来越火 可能这种像药神这种电影可能未来会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因为随着这种专利的重视程度可能这种越来越越大 好咱们来看一下制造行业 第一名投入资经理 财务经理非常重视 说明现在这个制造公司非常的缺钱 第二名一线的操作工 一线操作工的招聘也非常的火爆 可能现在招工也都比较难 我现在看到大家可能招聘的量也都非常大 招聘压力也非常大 很多HR朋友跟我吐槽 这弹幕里猜我年龄不猜了不猜了 这个行业这个情况不讨论啊 然后第三名是产品经理 因为现在很多制造行业也开始逐渐去开发自己的产品啊 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制造行业的的朋友要关注这些点啊 好 好 大家来看一看啊 这个所有行业的这个情况都已经给大家第三部分 也就是各个行业产业比较高的岗位 这些是大家真的需要去注意的 因为你的对手在关注这些岗 在招聘这些岗 所以在年底调薪 或者说发年终奖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着重的去保留一下这些员工 或者说在平时暗中观察 这些人有没有可能要走 明白了吗 多留点神啊 这些人是现在好像要关注的点啊 好 我们来看第四部分的数据 是发布一个独家的数据啊 就是刚才看到一张灰色的曲线了吗 就是咱们第一张图 灰色的曲线那个平均的跳槽率 平均的跳槽涨心率啊 我给大家拿来了 这个数据可太难统计了 我们联合了很多家公司才做出来的 今天也是独家给大家在这分享一下 作为大家福利告诉大家 这个行业的排名不是完整的排名 这个行业是这个这个城市是我筛选出来的 我看我那个公众号 我看我那个公众号 大家的那个那个城市分布 我把它你们分布的这些城市都挑出来啊 中间还有一些中间还有一些在啊 但是整体的顺序是这样的顺序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 平均的跳槽率 我分城市来看啊 这个杭州 有没有杭州的HR朋友 你们最近跳槽有多吗 这个这个整体的跳槽涨迹率真的这么高吗 挖人这么舍得给钱吗 这么高啊 第一名是深圳啊 第二名是杭州 第三名上海 第四名北京啊 北京第四名 广州啊 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啊 居然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说明广州这两年的情况不是非常好 哎 杭州的这位朋友 你们现在挖人的时候 这个有没有出现这种 新来的员工非常 这个薪酬非常高 其实跳槽率跳槽掌兴率高的城市 反映到咱们工作的日常 就是新老员工的倒挂 在公司内部非常严重 我们招来的人比原有的 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员工 这个薪酬高了很多 就说明你们的行业 就是但是你你用低的薪酬 又招不来人 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你们 这个这个这个公司啊 这个你们城市啊 这个跳槽的掌兴率非常高 没有济南吗 没有济南吗 济南我没有统计 我回头查一查 发朋友圈 发朋友圈 这个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排名啊 这个广州明显掉了一个档次啊 大家记一下这个数字 其实跳槽掌兴率高的 的城市 反而反映出 这个 反而反映出这个城市的活跃度 活跃度非常高 行业活跃度非常高 因为毕竟你首先得有人能够或者有钱花这么多 有这个资金花这么多钱去挖人 对吧 才有这么高的跳槽掌兴率 整个行业不好的城市是没有人舍得花这么多钱去挖人的 所以这是行业健康程度嘛 对吧 好 你看 这个 这个 看看 这个有杭州的朋友说话了 确实是新老联工倒挂非常严重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 未来我会在各种渠道啊 多跟大家分享这个跳槽掌兴率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加我的微信 应该都有微信吧 回头这个我到时候会发到这个朋友圈里面去 每个季度偷偷差一点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公司的同事不在吧 偷偷法 偷偷法 好 我们看一下 非常关键的数据 也是今天最重头的数据啊 三季度的最新的三季度的城市的差异系数 城市差异系数 因为一般来说 三季度的城市差异系数啊 怎么讲呢 是每年调薪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差异系数数据的 因为你每年的调薪政策 你不可能等到三季度的这个 三季度的这个 这个四季度的城市差异系数出来再调 一般都是有直接用三季度啊 没有的话 这个我这个屏幕 我那个屏幕下方有我的那个个人的公众号的那个拼音 你可以直接搜 全名文 你可以直接搜 李博人力啊 全拼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城市差异系数啊 有一个非常 关注我的朋友 关注公众号的朋友 或者关注我 加我微信的朋友 应该之前 群里边的朋友 应该都拿到过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城市差异系数 因为我都分享过 我都分享过 所以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相对于一二季度的变化是什么 三季度的一个城市分级越来越严重 哎 这个线有点下滑啊 这可能是屏幕PPT的问题 大家忽略它啊 我们看到广州已经掉队了 北上深 北上深第一梯队 而且深圳相较于第二季度超过北京了 深圳也是第一次超过北京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北京 广州掉队了 相较北京已经差距将近十个百分点了 九个百分点啊 而且我们看到第二梯队的广州 杭州跟苏州 相较于第三梯队的也差距非常大 也将近这个六个百分点之多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差异系数 我们看到城市的分歧越来越大 这两年很多城市都推出这种人才引进的计划 感谢这位这个李小微587的朋友送了鱼板啊 谢谢啊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都推出了 这个人才引进的计划 但是从城市差异系数来看并没有什么卵用 好像好的还是好 好的还是好 差的还是差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看到啊 排名靠前的都是长三角 江浅河地区的基本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这个珠三角好像只有这个深圳一直独秀 其他的城市都没有带起来 所以上海的能量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厉害 然后我们看到川渝地区 这个重庆跟成都上榜啊 非常靠前啊 这个原来真的没想到 因为川渝地区的薪酬一直是全国排名靠后的 所以说叫什么 这个最适合生活的城市吗 因为 生活成本低 然后虽然挣得少 但是生活成本也低 但是现在工资上来了啊 我觉得可能跟房价的上升和工作压力 城市竞争压力比较大有关系啊 所以这是城市叉压力系数 请大家记住这几个系数啊 咱们三季度 咱们在季度末 这个年度末调新的时候 用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公司啊 在做多个多个区域调新 做多个区域调新的时候 比如有很多分公司 这个城市叉压力系数还是非常非常有效 太原了 太原一定要放下来 因为离北京近了 我一定会记住的 好 大家看完这个数据记下来之后 咱们做做总结啊 年度的调新建议 一条一条的给大家 这是我们公司的几个非常资深的顾问啊 当然也包括我啊 给大家提的几个建议啊 首先第一个 及时了解跳槽员工的新 这个这个去向的薪酬水平 这个其实就是了解跳槽掌心率的一个渠道 多关注 多关注这个 因为你得知道对手是什么实力 咱们才能跟他们竞争 对不对 所以多关注跳槽的这个去向了员工的这个掌心率啊 第二个是针对离职率比较高的部门做年终奖的低延支付啊 先甭管员工愿意不愿意了 低延支付对于这个员工的保留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并且今年有一个什么利好呢 是因为新的个税制度 2019年发1月份之后发这个年终奖是没有那个按月摊销的指标了 而你如果2018年提前发年终奖 你2018年已经把那摊销的这个额度用了 所以你2018年也发不了 所以咱们HR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去做低延支付了 因为我可以名义上告诉你 我是为了帮你省薪酬 帮你省个税啊 对吧 帮你省个税了 所以他们有这个借口 名义上就他们就没有原来那么反抗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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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这个这个反抗的这个力度那么大 所以很多HR朋友问我 这年终奖 这个不能摊销了 我可怎么办 我说咱们已经尝试推进低延支付年终奖很多年了 都推进不下去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放在面前 咋还蒙了呢 对吧 这个时候不能蒙 好好的利用这个政策 把年终奖做成低延支付制 这样对于员工的保留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吧 然后其实也体现了冠冕长风的体现出公司对于员工的爱护 对吧 第三个就是针对招聘难度比较大的部门 进行特殊的在港人员的福利政策 大家会看到之前我发的第一幅图 也就是我们未来的薪酬压力会越来越大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只靠薪酬去留住人 因为我们永远干不过那个跳槽掌心率 对吧 所以我们未来只靠薪酬留人可能性比较小了 所以未来我们预测啊 未来的这个留人人才保留的主力军是公司文化跟福利制度 对吧 因为公司文化其实能笼络一大群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啊 这个 志同道合的这个员工 如果跟公司志同道合的话 他愿意留下来 比如举个例子 公司文化比较好的 像一些互联网企业 谷歌啊 百度阿里啊 或者一些小型的互联网企业 他的这个整个的公司文化 如果跟员工是契合的 那么即使你花高薪 也很难挖罩他们的人 是不是这个情况 所以未来要多做这种公司文化 并且福利福利啊 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旋律 一定是未来一个主旋律 因为你看到现在很多龙头的公司都开始有这种员工关怀 或者员工体验的部门了 你们行业的龙头企业应该都已经有了啊 所以龙头行业对于行业是非常明 龙头企业对于行业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他们获取数字 获取数据 或者说他们对于未来这个判断 其实是能做到非常多高成本的付出的 所以他们也能够把自己的战略规划更加长远 我们按之前的经验啊 任何人力专政策龙头开始做了 慢慢之后会逐渐的向这个普通公司 一般公司去下放 所以未来福利一定是 或者说员工体验 一定是每家公司留人的一个关键点 因为薪酬很难 只靠薪酬留住人 而且福利这个东西是你雇主品牌搭建 做差异化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东西 为什么 你看你的员工去晒朋友圈 很少有人晒公司单吧 对吧 这个不可能 但是我们发现员工晒公司的事情 大部分除了加班 就是团建呀 生日会呀 公司的一些福利 是大家很乐意去发朋友圈的 对吧 那么这种朋友圈的营销对你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们的这个招聘难度 比如说我现在想招程序员 但是我现在又找不到合适的程序员 又没有那么多的招聘offer进来 那怎么办呢 发不出去了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 不是去求助招聘网站 而是去给你现有的这些程序员们 做一个团建或者做比较好的福利 让他们去发朋友圈啊 因为这个你你的这个最最广大的这个程序员的群体 是在你们公司程序员的朋友圈里面 他们认识太多的这个程序员了 如果这个朋友圈恰巧被一个代职在家 这个代业在家的这个程序员看到了 他就有可能来你们公司面试 或者说这个朋友朋友之间这种口口相传是更好的 对吧 所以未来的福利除了在你招聘的时候 能够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之外 还能够在你员工保留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帮助 因为什么福利 其实它相对于薪酬来说成本低很多 对吧 福利政策一个员工一年 大概七八千块钱就已经是非常高的福利预算了 非常非常高了 但是七八千对于一个员工来说 可能连月薪都不够 对吧 但是福利能够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公司的温暖 比如说这个入职今天日等等这些 当然福利的政策非常多啊 有机会我会单独直播以及给大家讲讲好的福利制度 因为我们最近也做了很多这种福利搭建的这种项目 如果大家愿意看的话 这个我到时候 这个大家在群里说一声 我到时候给大家直播这个 有什么好的这种福利的项目 或者说福利的制度 然后咱们可以去做 所以说福利未来是员工保留和员工吸引非常好的利器 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公司还没有重视福利 或者说没有自己的员工关系 员工关怀的人员一定要向你的领导去做建议 咱们要做这个事情 OK 然后第四个 就是2019年的激励政策 最好要这个激励机制要激进一些 要激进一些 明白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2019年 咱们的薪酬涨薪率可能上不去了 对吧 薪酬涨幅上不去了 也就是说固定薪酬 可能会涨幅比较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激励方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绩效方面的工资 对吧 因为绩效工资跟固定薪酬不一样 固定薪酬是成本 对吧 员工多拿一分钱 员工多拿一分钱 啊 那个企业就少拿一些 少赚一分钱 但是绩效不是 绩效是员工多拿钱 其企业因为是提成制嘛 企业也多拿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些 呃 这个想要去赚取更多薪酬 不满足于现有薪酬的员工 他可能更努力的去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 2019年的绩效的制度可以做得更加激进一些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第五个是 2019年的这个整个的行业增长率应该不会高于今年 当然什么不可抗例啊 中美贸易战啊 这种黑天鹅事件除外啊 在这种目前的经济形成下 不会出现太高的薪酬涨幅 不会出现太高的薪酬涨幅 第六个 尽快搭建自己公司的员工关怀体系和福利体系 这个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现在接项目啊 大部分的公司都不去搭建薪酬体系和绩效体系了 很少啊 很少 也有啊 但是更多的这个搭建福利体系 你福利制度的公司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可能也是行业的一个趋势 对 我觉得是行业的一个趋势 大家未来一定要多注意啊 这点啊 OK 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内容就差不多结束了 这是今天的整整体的内容 以后我会分享更多的这个数据给大家 分享更多数据给大家 也非常感谢公司能够把这么多好的数据拿出来让咱们来分享啊 所以最后再给大家再替公司做广告啊 就是年底了 大家如果啊 大家如果有做新潮调研的需求 找新智 找新智 屏幕的右上角找新智 大家可以百度搜索 或者直接 这个进入网址 smart salary 的全评.com 进入去看一看 这我们还是一家非常良心的公司 因为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的为人啊 就是我能这个留住的公司 其实真的是非常良心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帮我多做宣传吧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体量确实是非常小 大家如果身边的朋友有做新潮调研的 帮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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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我的名字可以打折 提我的名字 你说李博介绍我来了 我看他们敢不打折 不打折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打折 好吧 这个帮我们多多多做的宣传 最后呢 这个 我们 我们的这个官位 Smart Salary 这个公众号 大家可以多关注啊 经常会分享一些数据给大家 然后我个人的公众号也放在右边了啊 这个李博人力的全篇 也可以扫码关注啊 我经常会分享一些这种技术性的文章 比如说怎么去搭建薪酬体系啊 怎么去做机械啊 等等这些 或者写一些这种人力专业相关的文章 数据也会去发布 大家多多关注啊 这个主要是认识我的 有我微信的 这个都能打折 找我没有问题 年底大家做薪酬调研来找我啊 保证大家用其他咨询公司 这个别的不敢说啊 其他咨询公司的五折的价格 你去咨询吧 其他咨询公司大概五折的价格 我能让他们卖给你 打这个周扣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这些还没问题的 这些人如果明白呢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